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像欧元区 像日本这样的超级的这种宽松政策 也带动了市场的这种波动 大宗商品这两天大家看到 大宗商品的价格的下行 股市 汇市的这种激烈的波动 这已经变成一个全世界的一种新的情况 所以今年一开始就是一个波动之年 所以我想对于这些问题 这个里面有些是正常的因素 但有些是非正常的 这里面是有一些市场的恐慌的情绪在内 我想在当前 一个当然我们要继续全球的改革 结构性的改革 要推动经济继续能够走出经济的低谷 能够持续的增长 那么这是我觉得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基本面 第二呢 我觉得全世界的这个特别是监管者 监管部门要共同努力 来防范这种市场的过度的波动 所给经济带来的伤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